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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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手表的厚度是13.45mm 以一支防水500米的表 厚度并不算厚 而且如果你仔细看 它的表尔是有一点往下拉 把表长缩短了一些 戴在手上 不论是视觉上或是感觉上都不会太大 这支ScoopTech也是和英国鬼扶轰保护团体Mental Trust合作 那不像2017年的ScoopTechMental Rate特别版 面盘上并没有轰鱼的图案 而改用了有浪花花纹的面盘 立体的石标跟面盘成了强烈的对比 指针使用了特出型的指针 可以确保随时都可以轻易的读到时间 大品牌的外圈转起来很清晰 每一格都很扎实 背盖上刻有了鬼扶轰的图案 比之前的版本低调了许多 石标跟指针上都涂满的类似Superluminova 那让我来关灯一下 来看看它的夜光如何 那先用UV照亮灯照一下 这大概就等于在太阳下晒了五分钟左右 那可以看到它的夜光是真的很亮 蓝色的夜光一直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夜光 比绿色的亮很多 那因为是跟福贵轰动保团体合作 所以表带的材质也是用了对海洋污染有帮助的PET回收塑胶瓶做的橡胶 即帆布表带 虽然说是用回收原物料去做 但是佩戴上的舒适度不输其他的橡胶带 基芯也使用了CFB1950.1基芯 除了自动上链以外 还有COSC天文台认证 走时应该会蛮准的 那ScoopTech上手的感觉真的不错 有分量但是没有重量 因为是用钛合金表壳 戴在手上几乎感觉不太到手表 厚度也不会太厚 我觉得是一支非常舒适的运动表款 那保齐来也很贴心的为了这支ScoopTech 搭配了蝴蝶表扣 表扣也是钛合金的 这样戴起来重量分配的很均匀 表扣的舒适度也很高 戴起来不会刮手玩 那ScoopTech的定价是台币25万元 喜欢的表友们可以去表店看看 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见啦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